贺税党第一个十亿票房出现了 这个圈子有些人来有些人走 从原段算起电影《贺税党》开启 想不到现在才出现第一个十亿票房的影片 黑马 年会不能停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部电影是潜行 金手指 临时结案 以及《非一城勿佬》四部电影的总和票房 而这四部电影前三部的主演 刘德华 梁朝伟 郭富城 最后一部冯小刚导演 葛优难一 哎呀 当年的电影靠演员 现在电影越来越靠导演了 往往这个导演很多时候还是主演 大家发现没有 甚至这几年很火的电影都是这样的模式 导演去主导 像《郭芳》和《流浪地球》 陈世成和《消失的他》 沃尔山和《风神》 王宝强和《八角龙钟》 他们都有绝对的话语权 可以去决定作品的数量 话说这个体系最早尝试者还是徐珍 当年做演员接不着戏的 他砸锅麦铁整了一部《人在窘途》 想不到口碑很不错 紧接着又整了一部叫做《太窘的》 直接干到了12亿的票房 也就从这之后 演员转导演的路算是彻底打开了 随后几年像吴京啊 黄博啊 陈世成啊 王宝强啊 贾玲啊 一个一个开挂一样的刷票房去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 作为当年的开山的徐珍 却意外的消失了 是吧 发现没有 原因不说大家也知道 因为弯弯明星 瞻停夫妇在大陆的生意 然后让徐珍惹上了官司了 想起当年的一个江湖传言 最早太窘拍的时候 因为钱不多 徐珍找着王宝强说 兄弟你要多少片酬 王宝强比较实诚 说既然没什么钱 那我就要一个兄弟价200万 然后徐珍又找到黄博 黄博就直接说 片酬就不要了 我直接拿票房的分红了 后来电影票房做到12个亿 黄博也大赚了 但是呢 王宝强直接就郁闷了 后来徐珍要接着说拍戏剧 拍港窘 又找着王宝强了 王宝强也学乖了 提出条件说 咱不要片酬了 我只要分红怎么样呢 很明显 徐珍没有答应他 后来双方就再也没有合作过 至于黄博 后来两个人呢 还在像能在窘途 还有疯狂外星人里面 继续合作了 不过巧合的是哈 当年王宝强没有接港窘 而是去拍唐人街探案了 又帮忙造就了 另外一个超级票房导演 陈世成 而陈世成呢 也是最早做演员 没有做出成绩 从鼎盛的华谊跳槽 到了万达 在万达旗下成立了 自己的工作室 一步一步做成了百亿导演 现在自己的导演作品 已经达到了122亿了 还在第二 至于排在第一的徐克 虽然他的票房有146亿 但这其中的小100亿的票房 都是来源于两部《残金湖》 而这部电影呢 是三个导演一起拍的 但是其实大家 其实已经看出来了 就是现在的徐克 也很难去单独撑起票房了 影视资本之下 有些人来有些人走 导演是这样 资本也是这样 现在已经没有五大了 是吧 有知道的 我可以评论区说说 五大影视集团 但是像中国奴役 这样的新的资本又出来了 当然了 还有些资本默默的回来了 比如说这一次 年会不能停的 主投资方 家印春天 是不是看起来很陌生 他们的老板叫秦宏 是的 也不熟 但是他的清歌叫秦辉 听说过新美影视 最早的上市影视公司 当年北京有一个地方 叫做天上人间 那有知道吧 那就是他的了 好了好了 到讲到这里 不能再讲下去了 这说的是大陆的影视资本 香港那边就更惨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公司 一个人 那个公司叫英皇 那个人叫刘德华 为啥是他们呢 为啥也只剩下他们呢 别急 我们以后慢慢讲